圣经论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思 就你觉得圣经是这个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 你觉得圣经是那个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 听众姐妹们 圣经是这样的嘛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的 二宾十一项 我们就来看第一个S 就是我们所谓的世主 我们来认识主自己 怎么看待他的话语 所以英文我们叫做 我们来认识这个doctrine 神自己话语的教义 所以当我们走进 圣经的绝对性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 今天我们走进信条 信条告诉我们 让我们惊讶的事情是 圣经是有一个独一的意思的 所以我们的抬头说 圣经那独一的意思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来解释 大家放心 别担心 我们慢慢的一一的 来与大家分享 所以当我们还记得上次 上周我们谈到这信条的第一章 第八段的下半段的时候 这信条的牧师们 神学家们说 其实我们放胆的 我们积极的去读圣经 甚至他们鼓励我们来查考圣经 所以当时我们知道了 为何我要查考圣经 因为答案很简单 圣经既然是神的话语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认认真真的来读 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不过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事情是 哎呀我应该如何的来查考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和我走进这些牧师 神学家的这个世界里头 他们在乎的不仅仅是来到第八段 就结束了 他们今天与我们分享第九段和第十段 所以如果你走进这第九段的上半段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他们用心良苦 他们要告诉会友们 告诉弟兄姐妹们说 其实解释圣经有一个绝对无物的法则 一个principle 一个rule 一个不会有错误的 那个法则是什么呢 不是用某一系列的解经书 不是听某一位牧师讲得到 而是什么呢 而是已经解经 已经解经 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所以如果你说 哎呀 这个到底行得通吗 其实主耶稣基督自己 示范了给我们看 当我们走进这马太福音 二十二章 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的时候 当时 这主耶稣跟当时的犹太人 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耶稣就回答他们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耶稣在这里指的圣经 其实是旧约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上 神在圣经里头 神在旧约里头 已经向你们说了 你们没有念过吗 当然他们读过了 那主耶稣就引用旧约的这段话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所以就今天看到没有 主耶稣自己在这里 用圣经来解释真理 耶稣基督回到旧约里头 让这些犹太人看到 当神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是雅各的神的时候 神在这里讲的 他不是死人的神 神其实指的是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这些活人 所以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仍然活着 他们在主那里 所以他们在等候 这复活的身体 所以这是主耶稣 他自己 借着经文 来解释 他自己的话语 他的话语 也被记录在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22章这里 当我们来到这第九段的下半段的时候 这里 这信条牧师们就继续解释 他说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当我们对认识圣经的真实 完整的意识 如果我们有疑问的时候 就当怎么样 就当查考圣经 其他比较清楚的经文 以明白其真意 所以在这里呢 牧师们在解释 什么叫做 已经解经 当我们读到一段很难的经文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在圣经的别处经文里头 其实 有来解释 有帮助我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些经文 所以因此 当时的牧者们 就鼓励信徒们说 你们别担心 当你们读到圣经困难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圣经有别处经文 往往 可以对我们这处经文 是大有帮助的 在这里呢 我想与大家分享 那括号里头的那段话 那你说什么呢 他说 每处圣经 只有一个意思 而非多重 含义 那我再说的意思 他说 每一段圣经 都有一个意思 而非多重含义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会有点纠结了 我们会想 到底这信条的牧师们 他们在说什么呢 其实如果我们走进 他们的背景的话 我们就可以了解了 在当时呢 其实天主教教会呢 他们这么说 只有教会的这些神父 最重要的是那个教王 只有他们 只有教会 才能 才能拥有解释圣经的 那个属灵的权柄 换句话说 只有教会才有那个属灵的解释 没有人有这个属灵的解释 这个叫做 没有人有 只有这天主教教会才有 所以你们不用看圣经 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 来找我们 这天主教的教会 有这属灵的解释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是当时 他们要对付的问题 所以他们在信条里头说 其实不然 不然 亲爱的朋友们 当我们走进圣经的时候 神的话语 其实有一个明确的意思的 并非多重的含义 并非是如此的相对 你觉得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不过可能 还是有点抽象 让我们来尝试 用这个图表来解释 现在在荧光幕上 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圈圈 一个小圈圈 和一个大圈圈 所以这小圈圈 就是这信条里头 第九段 所谓的那独一的意思 那绝对的意思 换句话说 当时那个作者 写一封信 给他原先的听众 其实他有一个明确的意思的 并非我们今天所认为的 相对的主义 他写信给他们 其实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 专家们们这年头 我们写信给彼此也是如此 对吗 打个比方 你写一封信给我 你那封信里头 问了很多的问题 你最近怎么样 你工作怎么样 事奉怎么样 在亚庭怎么样 其实那封信 对我而言 是有一个绝对的意思 那个意思 那个用意就是 你在关心我 你在慰问我 究竟你们看到吗 不过这年头 我们这么想的 我们把那封信 给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 似乎我们这年头的世界 大家会用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主观 来看待这封信 但是今天这年 当我们走进圣经的时候 圣经确实是一位作者 他的脑耳当中 圣灵借着他 使用他来启示神的话语 给当时的一个听众 一群听众 原先的听众 所以这个意思呢 是单一的 不是多重的含义 而不是随便一想 什么含义 就是什么含义 但是 当我们读圣经 这年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非 那原先的听众 我们这年头 我们是现经的听众 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听众姐们 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先来了解 当时的作者 他写给当时原先的听众 那单一 那个意思是什么 过后呢 我们才来想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现经的听众 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中 得到吸取 怎么样的功课 换句话说 我们应该如何的应用 这就是 我们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看这 小圈圈里头 突然多了五个圈圈 那你会问 爱慕斯为什么有这五个圈圈呢 因为现在对此人 我们想带出的观念就是 当你看这五个小圈圈的时候 其实告诉你和我 当时虽然有一个独一的含义 就是里面的那个小圈圈 不过没有一个人 可以很完整很完整 很完全完全的 把这个圈圈里头的意思 都解释得百分之百清楚明白 所以换句话说 为什么你可以听 五个传道人讲一篇信息 而他就好像 这个小圈圈里面的 那五个小圈圈 他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 那独一的意思 所以这带出 神的话语所和等的风声 所以就能鼓励你和我 虽然可能我们听到一些道 我们听过的 但是你会惊讶的 你会惊讶说 原来当这个传道人 这个牧师 这个老师 与我们分享 这个小圈圈的时候 他的切入等 他的角度 是不太一样 所以当我们听多了 看多了 我们对这独一的这个意思呢 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白 各位姐妹们 当我们谈到圣经的意思的时候 我想借这个机会 来与大家分享 三个重要的观念 这三个观念呢 可以帮助我们 来读圣经 第一个观念是 其实 是我们这年头 相当普遍的观念 但是其实 不太合乎圣经 这个观念叫做 奇异的观念 Iquivocal 这年头我们喜欢 这样想圣经 我们一组人 记在这里 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节 这十个人 你要怎么解释 就是你的解释 他要怎么解释 就是他的解释 看起来 大家都是对的 其实 这并不如此 所以圣经 不是起义的 圣经的意思 不是随便 你要怎么解释 就怎么解释的 因为其实 圣经 他的那个意思呢 确实是单一的 univocal 当时的作者 有个单纯的意义 写信给当时的 这些听众们 观众们 所以这是 这是第二个观念 第三个观念 其实相当的重要 第三个观念 是帮助我们 来读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 圣经不仅仅是单一的 圣经也是 类比的 analogical 所以类比是什么呢 类比跟我们之前 所谈到的福旧 是有关系的 记得吗 神好像成年人 我们是那个小孩子 神来到我们的层面 用我们听得懂的话 来向我们说话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走进 约续阿基第四章的时候 在那里 你听听看圣经 怎么说 要死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 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手 大有能力 各位 你们看到吗 这是类比的 analogical 耶和华没有手的 不过他用这个观念 来帮助你和我明白 这是我们听得懂的话 你要知道 耶和华多么有力吗 你看看他的 蛮有肌肉的手 你就可以放心 所以这是一种类比的方式 类比的一个意思 所以打个比方 另外一个比方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 耶和华后悔 所以这后悔 是神用我们人听得懂的话 来告诉我们 神回心转意 但是这里的回心转意 跟人的 他的回心转意 跟人的回心转意 其实不是一样的 是一种类比 一种analogical 就好像神没有手一样 但是神要带出这个观念 让你明白 他有能力 就好像在神里面 他没有人类的那种后悔 但是他用这个字 来帮助你和我明白 神的旨意改变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的第一点 是圣经的那独一的意思 来到第二点的时候 是圣经的那独一裁判 所以来到信条的第十段的时候 这里这么说 一切信仰上的争论 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 古代作者的意见 人的教导 个人属灵的领受等事物 都应当与圣灵 在圣经中所说的话 作为最高的裁判 如此的裁决 我们都当臣服 各位姐妹们 这信条里头的牧师们 他们要结束这圣经论的第一章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结束这一章的时候 他们要降落了 就好像这个飞机 他要降落了 所以他们再次重生 来提醒你和我 当教会人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将教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领受 但是亲爱的姐妹们 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领受 这一切我们该怎么样的来解决它 其实信条鼓励你和我 回到圣经里面 虽然可能圣经讲的话 不合你的意 不满你的心 但是亲爱的姐妹们 让我们来顺服神 顺服神自己 祂的角度 自己的裁判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来感谢神 我们来赞美主 我们来走进这四篇 一百十九篇的诗人 这位诗人的世界 你听在第七节 六十二节 一百三十七节 他怎么样的来称谢神 他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叛语 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 半夜比起来称谢你 耶和华你是公义的 你的叛语也是正直的 现在就像当这诗人 他越来越欣赏 越来越明白 神话语的那意思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 神的话语能带领他 过着一个公义 一个正直的一个生活 对我们沿着年头 可能我们把这些事情 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就觉得 去一些国家 那些国家没有正直 没有公义 在那些国家 老百姓辛苦痛苦 所以因此 当你和我 我们认识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其实神的话语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缘故 他启示了他的律法 让我们走一个公义正直的道路 因此我们在这里 我们满心感谢他 我们晓得怎么样的 在这个地面上行事为人 所以同样的我们来想想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顺主呢 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应用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第二个姐妹们 我们就来想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 我们来想神的恩典 记得吗 刚才我们说过 这圣经既然是神要让我们查考的 那我们正直的一头 可以怎么样的来查考呢 第二个姐妹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正直的一头 我们有主的恩典 普遍的恩典 就是科技 technology 所以当你看看这里的荧光幕的时候 你发现 这个是什么网页来的 对我姐妹们想在这里 介绍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站 一个很好的网站 这是一个改革中的解晶的网站 他们筛选了 他们和不同的出版商 这有了许多很好的这些材料 叫做研晶工具点控 他的二维码就在这荧光幕上 所以这些人们可以尝试 尝试的来使用这样的一些工具 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来认识主的话语 在这个网站里头 如果你打开这个网站 进去这个研晶工具箱里头 你会发现它里头 有很多很棒很棒的资源 在里头有很多帮助我们 已经解晶的工具 待会我会解释一两个 当然在里头也有一些很很好的解晶书 所以我们不仅仅有主的恩典 我们也有主的话语 我们在这个时代呢 主的话语不仅仅是一个译本 这个主的话语呢 是有在好多的译本 不仅仅是一个语言 主的话语在很多不同的语言 所以我们是相当幸福的 特别在我们当中的青年人 我们看得懂中文 我们也看得懂英文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 其实你可以享受不同的译本 当我们用这个研晶工具网站的时候 或者圣经的APP 多半很多时候 这个APP里头有不同的圣经的版本 所以在这里打个比方 上面有新译本 英文的UESVNASV 第五姐妹 为什么我们要读译本呢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当我们从原文圣经 翻译成中文圣经 英文圣经的时候 其实严格的来说 每个译本都是一种的解释 我再说多一次 每个译本都是一种的解释 所以记得那个小小的里面的圈圈吗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每个译本就好像 它里头的这小圈圈一样 没有一个译本 可以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的 把这原文的意思带出来的 所以当你和我读不同的译本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也对那个小圈圈 越来越认识了 所以最后呢 我想介绍一个资源 一个我们这年头 比较少提到的资源 叫做串珠 Chain Reference 串珠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 圣经里头其实感谢神 这翻译员 他们把一些其他的圣经 所提到关于这件事情的 所谓的经文都带出来的 那个地方就是这串珠 串珠 所以丢经文使用这样的一个网站 或者你看看你的自己的 圣经软件的APP 有没有串珠 如果有串珠的话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当然在这个网站里头也有注释书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语 所以丢珠恩感谢主 这年头我们有主的恩典给我们科技 这年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主的话语 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欣赏 这翻译员怎么样的把这原文翻译到 我们的中文的英文 让我们来享受主给我们的资源 串珠是很好的 以经解经的方式的工具呢 就是串珠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稍微有点长 因为今天是圣经论的最后一课 弟兄姐妹们我们快快的过一过 我们走了好长了一段路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主的话语是必要的necessity 主的话语的正点是怎么样的来的 canonicity 主的话语是有权威的authority 主的话语有外证有内证 主的话语能自证self authenticity 主的话语是充足的sufficiency 主的话语是清晰的 让我们明白福音的核心的交易 clarity perspicuity 主的话语是可靠的 我们可以放心的来读infallibility 今天我们来谈到主的话语是绝对的objectivity 主的话语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指示 来引导我们做我们生命中的裁判 所以我们下周我们就开始走进这 威斯明希特信条的第二章 我们来谈谈关于神的属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